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3不过 目前尚未传出有杰伦参与的消息 还是好期待的 邱明山车神重聚将是多么的震撼啊 此前 杰伦和余文乐的同况也引起了粉丝们不小的轰动 应该是筹备杰伦的周游记看到二人同况 回忆不禁拉到那一年 当年 周杰伦 陈冠希 余文乐 三个人还是少年 最骄傲和意气风发的时候演了同一部电影 每次重新看这电影都要感动一次 而现在 杰伦成了买茶仙子 冠希成了本山 余文乐变成了大叔 虽然不甚唏嘘 但是如果能重去再来头文字一 二 相信不少人都会哭着去看吧 毕竟这部电影也是可以留名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 当年金马奖六项提名 金像奖十一项提名领跑 杰伦也凭借此部电影 到达自己电影的第一个人生巅峰 金像奖和金马奖 尽收囊中 金像奖和金马奖 尽收图